大家可能喜歡回覆 但是孩子沒引誘 爸媽比要幫到忙 好 其實柯寶之前有個狀況 就是他不喜歡上學 然後我就問出來為什麼 他說 那我就覺得怎麼辦 然後他爸爸回了一個問題 他說沒關係 爸爸也沒有朋友 我覺得 這好像不OK耶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真的 小朋友如果交不到朋友的話 怎麼辦 因為我覺得這個時候 同儕的力量非常重要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就像季妹妹 有用的一個做法是 他會在暑假放假的時候 就先藉由家長的關係 讓他跟其他小朋友 在學校以外的地方建立關係 玩在一起 對 但另外第二個就是 這些孩子如果在事先 我們就已經玩得很開心的話 開學的時候他也可以有一些 自己的話題可以聊 那你就不會一開始就很孤單 然後重新再建立友情這樣 那第三個就是 暑假的時候很麻吉 開學突然間就不理你了對不對 有怎麼會 因為有更好的朋友 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 還是要讓孩子知道說 其實交朋友不見得 永遠都很順利的 如果當人家拒絕你的時候 你要怎麼來面對 或你要怎麼說話 或是你要怎麼樣去解讀 對方的心態 讓孩子不要就是全有全無 就知道說 友情也是一半一半的這樣子 那第四個就是 也不要讓孩子說 你今天交到多少個朋友 幾個新朋友 那孩子壓力好大 我是不是沒有交朋友 那個朋友手指頭 兩隻手指頭數得完 對 就很遜這樣 是不是 真正的自由 一兩個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就是 好同學 好同學的這個要求 就比較低一點 是沒有關係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 培養他一個他喜歡的興趣 讓他在那個東西上面 有自信心 有自信心的人 最有魅力了 對 你看他做我自信心 對